知名朋友们 台湾平均有4成6的人拥有汽车 平均购车预算是多少呢 持续增加吗 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全面揭露 除了有消费习惯完整分析 还有购车攻略 电动车第一手资讯 立刻拿起手机扫描下方QR Code 了解完整的民调内容 还有机会获得汽车品牌的好理由 大家有没有去参与了解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 然后拿奖品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购车风向球的整个完整的内容 那我们看到了5年内大家有没有购买电动车意愿 其实这是一个延续题 我们去年也问了同样的题目 当时是有36%的民众说可能会 可能不会的比例是将近6成 但今年我相信很多人会注意到这个数字是 为什么相对的又更观望又更保守了 刚刚小九有提到一个我们调查的时间点上 刚好那阵子韩国出了一些电动车的事故 所以这有可能影响到大家当时的选择 这也是我们要补充说明的 不过什么样的理由让大家比较却步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小卷 充电站还不够多 担心续航力以及充电时间太久 是主要因素 从跟去年的比较来看 其实几乎大部分都是往上成长的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安全性也成长了 百分之四 那其实有一个比较乐观可以看待的是 我们对于电动车的一些负面的观感 比如说他觉得技术不成熟 然后价格太贵 或者是喜欢油车驾驭感的 这个都有在下降 代表是民众对于电动车的认知 已经开始熟悉了他 就不会觉得电动车已经是个不成熟的产品 或者是觉得现在电动车的价格太贵 大家应该已经有认知说 现在的价钱配上他的配备 或是他的技术已经是物有所值 或是比我购买油车可能也会划算 是其实他们的价格也开始在接近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比例拉得比较高的 可能跟电动车使用体验有关系 所以这因为持续体验是没办法想象的 是有可能是大家开始在用电动车发现 刚才小燕姐有讲到是现在 好像去排队的几率变长变多了 然后那你可能在等待充电的时间 因为这也有可能他代表他是 我去充电站等待 跟我到我充完电 这个时间拉得比他想象中的更长 他就会觉得那我充电时间太久 可是这个是应该是说 他目前不一定是电动车出主 所以也许他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 但是他听或是他有仔细在观察 没错 你电动车一下子挂牌数这么多 你充电站有这么多吗 对不对 就有这种疑问 像我们前两天在试电动车的时候 去充电站拍照的时候 就看到有电动车的车主过来 发现他可以试用的充电枪 刚好有人在充电 他又很无奈的 现在是CCS1跟CCS2哪一种 比较容易要排队 我们昨天是开CCS2去充 但那个站点的CCS2比较少 大概两枪 那刚好都被我们停满了 所以他只能无奈的去找另外一个站点去充电 所以其实可能有些人观察到 发现说现在充电其实没有 像是以前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 我随便停随便充 就有地方可以充电这样 所以也可能是他们的疑虑 那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在 有些消费者对于充电站的建设上面 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 因为现在充电站在台湾的密度 已经跟前两年比起来是提高不少 而且业者也越来越多 功率也越来越快 那甚至开始做了一些 电价上面的优惠差异 比如说我们在离风时间去充 可以有更优惠的电价 那他去希望用这个方式 去分散充电的车流 那台电也有时间的电价 这个机制你可以去 在家里设置充电桩的时候 你可以去申请说 我要用时间电价 那你也可以有想有电价的优惠 所以其实在体验上面 或许大家去多了解的时候 会发现跟我们一开始的想象 会是不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去对于 你要不要购买电动车 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更清楚的认知 那有可能就是如果 因为各品牌 其实他们现在的布局 我觉得不可逆啊 没错 所以有在扩充电动车阵营的品牌 他肯定要针对这一些 民众还有疑悦的部分 再继续做沟通 同时再继续的扩充 他们的站点 谢谢小姐 那在座 因为之前我们几次都会私下聊说 哎呀你在等你们社区 到底能不能够允许装充电桩 再来决定要不要买电动车 这个依旧会是你 目前最大的考虑点吗 你会不会考虑买电动车 其实看一下周边朋友 不然同意 大概两三年前陆续蛮多 大家都换了电动车 如果你三年前问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调查 其实蛮贴切的就譬如是第一个 以我自己家不能装充电 那当时三年前可能充电 设施第三方业者没有这么多 但现在回过一方面我们在业内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生态 很多人是听说不好充 充电站不方便 但其实现在你实际买的车 这些用 其实外面充电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现在我还没有买电动车 这个已经不是我第一个原因了 那现在比较讲白一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跟个人的用车的角度 跟需求有关 如果十年前可能小孩还小 我买车会比较把空间机能 家人的舒适性考量 但现在也分享过小孩都大了 平常开车最多比例是自己代步 再来太太 但偶尔周末会有小孩 所以我觉得就会比较 回归到自己开车的本质上 所以问题就来了 现在本质上我会觉得 乐趣外形要帅 所以真的很喜欢的 包含充电效率功能 真的很喜欢的 列出来的话都是 台湾说大概500万 譬如说TICAN 最指标性的操控 Cross Turismo 够帅白旅行车 或者是i4 Touring的M60 开过以后 根本是一个电动车的红金宝 可是年轻的观众不知道 红金宝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太灵活的一台 大的5系列 可以在山路上这么有乐趣 充电效率也不错 其实如果再往价格低一点的话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EV9 也有考虑过 但说实在买到高规 也要接近300万 然后再来就是 从这一两年看到很多 不管豪华品牌 一般品牌 那个动不动的价格优惠 一降都二三十万 就还会 因为我个人买车 比较不会短时间内就换车 那如果你一拉长 折旧 包含我们常常讲的 大概现在有八年十六万 如果真的开了五六年 电池 也也石油耳闻 有些车真的提早 出现一些故障状况 到时候车架的影响 所以确实 你看行男 担心更换费用 担心这些东西 可能就在你的疑虑里面 是我个人的目前的考量 对吧 现在的这个车厂 例如说像我们前两天去试的 这个ID4 ID5 那现在原厂就会说 它电池就保固 八年十六万以外 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健康度 所以我在想 其实以电池的这个健康度 跟寿命来讲话 其实现在原厂也有去做一些 因应的保障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是可以 在未来的单约会低一点 他真的很在意 所以干脆我把条件 拉好一点 然后甚至于 我还可以保证一个 电池健康度 有些车厂在这个部分 他可能他能做到 但他不一定宣之于口 对吧 那小七 既然你刚刚有 推荐N7 那你就车也来 其实今天现场两台车 你都有啊 对 你都是车主 你这么长期使用 你对加油站 是不是越来越陌生 我现在真的很陌生 我前几天呢 开我的冰室去加油的时候 一家加两千多块 我突然有一种 莫名的兴奋感 开心啊 开心啊 为什么开心 你好久没有加两千多块的油啦 通常充电 偶尔去外面充 也是大概几百块嘛 顶多三四百块 重温加油的感觉 这种听起来是不是也挺有趣的 真的 而且现在我连这个油车 这Players油车 都很少在加油 因为你都是可以 回去公司就充电嘛 对 几乎都纯电行使 对啊 就当电动车在使用 也是可以的 对 那刚刚你已经有提到 为什么推荐 N7纯粹版 99.9万 然后有各种的那个 好像你现在也有 跟一些车友们在交流 就发现 包括营业用 它也会是一个 蛮主要的族群 对不对 我发现我们现在车友的族群 在俱乐部里面 满意度最高的是 这个营业车的车群 是吧 因为立刻有感 为什么呢 因为以正常一般开 不要说你超时开 一天才开几十个小时 大概开十个小时左右的车主来说的话 一个月省个油钱 大概是两万块 对 所以一年大概是二十几万 是 这个车大概是两年到三年 对 就回本了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 哇 开这车很有感 而且客人满意度极高 因为后座极大 冷气极冷 行李箱也极大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纵观在聊说 为什么油电车现在也受欢迎 电动车其实作为营业用车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利多 对不对 好 那你自己的使用心得 我们多分享一些 好 我这个车的话 大部分现在都是我太太在开 就是我们家的保姆车 而且她每天都穿梭台北市送来送去的 那以市区上面来开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开 因为它的动力很强 大概230匹的马力 而且是后驱车 这个车真的很后驱车 我前一天在市政府前面 怎么了 这个一不小心 因为下雨 也飘移了一下吗 飘移了一下 因为我有几天没开这个车 突然反应不过来 这是后驱车 所以车尾稍微动了一下 虽然马上就拉回来 但是我跟我太太都吓了一条 所以后驱车还是 有它的乐趣 它有它自己的特性 有它的特性在 那你平常如果小孩在车上的话 开的会比较保守一点吗 当然 就会开的比较平稳 那这个车最大的特色 我觉得是空间大 无论是前座或者是后座 你看它前座 这个抱歉 我们车没有特别整理 这就是真实的样子 你看雨伞都还放在车上 我整天都下雨 这个车最好的一点 我觉得是它荧幕很大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有选配原厂的车载导航 导航网的导航 非常好用 那套系统很好用 非常好用 而且它有类虚拟实境 就是它的导航 在你路口要转的时候 它会有箭头 而且会有实景 而且它是不是可以分辨高价 对 所以我觉得这虽然一万块有点贵 但是选配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那选配 我记得当时小七来开箱的时候 我们有聊过 你花什么钱去选配 但那选配你当时选的 有觉得都到位吗 评价怎么样 哪些钱花的值不值得 我们一一来检视一下 我当初选了这一些东西 那当然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我已经拆掉了 比如说隔日纸 隔日纸虽然是名牌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太暗了 不太符合我使用 现在夜间视线 你可能会想多一点对吧 后来我就一个月我就换了 还有像是电子后视镜的话 我是非常想要换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原厂配合的这一家 可能不太理想 跟我惯用的电子后视镜 在清晰度上面 我觉得有一些差别 你希望再更生机一点 它更好 当然脚踏电我也换掉了 因为脚踏电的话 我们都习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脚踏电 用起来会比较好 那你知道你自己另外选的 你已经花掉了好几项了 对不对 但这些也是都要用过之后才知道 例如说像这个什么 无线Pro的纯粹套组 这个收纳的你觉得好用吗 这个好用 我等一下有开行李箱给大家看 好 然后而且这个套组 除了说后面行李箱之外 你看前面还会有一个门槛 发光 这个发光的门槛 因为我家的车库是 仪式感更好 对比较暗 那你每次打开 有实用性 有实用性啊 不是只有看起来好看而已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增添一些质感 地下室比较幽暗的地方 我们家车位是露天的 所以这个应该会比较实用 比较加分 好 后面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的宝座 来 这个不好意思 但是有点忘了 哇 它临时好多 因为平常都是安清班学校要赶嘛 就是中间要垫垫肚子 对 要垫垫肚子 所以有它一些零食 而且这个空间我觉得非常棒 哇塞 就是上面放游戏用的 下面用保护枝用的 然后呢 这个该有的垃圾袋也要有 然后书也有 扇子也有 感觉有没有 就这个生活的样貌都浮现在你面前了 而且这个车空间大你知道吗 现在小孩子负担都很沉重 书包都很大 长得好 那他上车之后书包一丢 哇 这个跟小的车就不一样了 但大空间的话确实有小的 而且大家有注意到吗 离地高没有很高 小朋友自己上家车没有什么难处 对不对 是 你看我以前我也有几台车有来过 可能都被我小孩踢得比较脏 你看他现在这个 因为空间大 所以比较不容易踢脏 而且像你说的 这个距离高很低 很低 比较像MPV 蛮友好的 所以他自己上下车也更加的容易 难怪都被你拿来当保姆车用 对啊 所以我自己最近年比较爽 因为儿子的满意度高很重要 好 继续再看 让爸爸觉得满意度很高的 你刚刚说的那个收纳套子 放在这里吗 对 在这里面 那这个冠状式尾灯 当尾灯亮起是不是觉得蛮好看的 这个是后来又去改的 一万三千块 改得好啊 原厂连工带料 但我觉得这个我满意度也很高 因为看起来有一点像某L牌 Land Rover的那种感觉 这个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那当然我这台 Locker也是L牌啊 也是L牌 对啊 我这个呢 是因为是纯粹版 就是最入门的版本 所以是没有电动尾门的 那在打开来之后呢 我想这个原厂的选配 我就先往上看到灯 这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 会有特别讲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也会选 这个才三千块 我觉得超划算 连工带料 而且是两颗哦 像我家车位比较暗嘛 每次打开来拿东西就 哇 好亮 那个感觉就很方便 而且很有安心感 那露营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车友 就直接当露营的灯 加尾杖 加尾杖当露营的灯 蛮好的 蛮好用的 那在行李箱的话 行李箱也很大 因为它有三排椅的车型 行李箱要坐得下的人 可见有多大 那我们这个车呢 上面这个是我们自己 换掉的脚踏垫 这脚踏垫 感觉会跟车子比较吻合 而且清理比较好清理 那再来就是 下面就是原厂的 平整化套件 那这平整化套件 当然下面 其实有很深 哇 你把好多杂质 我每个月都花很多钱 买杂质 然后这个里面 这可以独立的拿起来 所以你如果 你现在这个沉淀垫呢 这个很重 我拿不起来 不好意思 而且小七显然没有觉得 负重这件事 你对它的电号这么影响 不会 没关系 这个就反正没电就充就好 对 然后真的使用之后 你就发现 不构成什么障碍 对啊 然后行李箱又非常的大 所以像我们出国 有时候出国 我们去机场的时候 是 几咖行李箱都放得下 那感觉真的是很好 所以小七当时选配的 总共花了八万多块钱 这里面有一些 他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想要勾能 或者是 就是后来有在做更换 但是原厂的这个套子 我觉得好用 对吧 谢谢小七的分享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在全球都不能忽视的 就是中国大陆品牌的电动车 台湾的消费者当然也会关心 同时也会自己去评价说 到底现在他们有哪些 会是吸引到你 我们稍后续聊 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四成六的人拥有汽车 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 地球王金线西手TVBS民调中心 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导 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 还有购车攻略 电动车第一手资讯 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上地球王金线网站 看购车风向球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树立叫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其他选择你也看不到的 台湾有门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